大肥安天娜 猴子氣繼續發酵 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決定終止與工聯會吳秋北和鄧家彪的聯合辦事處合作 即是分手要好 江玉歡接受查詢的時候指大家對愛國理念不同 吳秋北即是較早之前說服務市民初心不變 一個只是見到中國共產黨這幾個字是一個心口的人 你怎會知道香港人是怎樣 就以不打針 或者不能夠打針的人 他們的疑慮 他們的憂慮 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作為一個行政機構 你不是以人民為大 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都不是推全民打針 最多你做核酸的 你不打針 48小時核酸 出到怎樣 24小時核酸一日做 但是他都不會推行打針的 結果你是贊成 就是說你不打針 不給吃飯 不給去商場 不給什麼不給什麼不給什麼 你違抗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 然後你說你服務人民 你服什麼武人民 你工聯會是做什麼的 放炸彈的嘛 六七年 難道當日你們放炸彈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正式出來道歉啊 吳秋伯 有沒有說謊 有沒有這些事 今時今日 無忘初心服務市民 你們的初心是真真正正曾經在香港這個地方 亦都是唯一在香港這個地方放炸彈的人 那你的初心究竟是什麼 江玉歡說得很好的 很多人都愛國 他們未必愛共產黨 其實完善選舉制度下 各個的江譜把他壓過來 接著就變成了今天這樣 連商界都已經發聲的時候 你不抽筆 繼續在那些做模糊概念的事情 當香港已經經濟下滑的速度 好像搭火箭那樣 對不起 好像深水炸彈不斷向下潛的時候 你還在說這些話 當人都沒有飯的時候 跟著最重要是你身體好 當大家快要失業的時候 跟著你更加不讓人上班 江玉歡 我真是現在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我沒有看到他 認到他的面子 你算一個 好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Patreon 大飛漢天下 需要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多點訂閱 也都希望多點留言 因為那些人都被禁止 因為我剛剛收到兩天前 八八掛掛的影片的通知 因為那些是時事片 就是那天被禁止的時候 大飛漢天下 放上他的影片 當他復播的時候 我剛剛才收到兩天前的推播 那你就知道 他的人工智能是多厲害 他的人工智能 對我們的監管是多嚴重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